揪心的地方 我今天要说 即便母亲 你有你的过我的一个想法 有一个底线 但您跟儿子 没有做出一个妥善的沟通 儿子用这种方法来制约您 反制您 依然是儿子的不对 刚才咱们讨论了 您的几个责任 他都承认了 母亲啊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要求他很客观地 来摆证我跟儿子的关系 受文化家庭背景因素 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能力的影响 他做不了那么周全 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母亲您必须要承认 不管今天儿子这个事 是不是做的一个局 这里边有多大的水分 您要为您承担的责任来买单